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2025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18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提成 那这将会是一份怎么样的预算案呢 是一杯含有糖分的咖啡 还是一份叫民众难以喝下去的苦涩 早前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就放话 会在这一次的财案里头 引入更多对经济结构的改进 以确保国际经济增长 能够公平的汇集人民 那所谓的经历这个结构改进 又会不会引起阵痛呢 在落实柴油津贴和理化制度之后 政府会在来临的财案 宣布取消全面津贴RUN95汽油政策 而推行针对性津贴吗 两位受访的资深财经分析师都认为 那在团结政府上台两年站稳脚跟之后 2025年财政预算案将会是一个 改革和转型的预算案 亚企理财中心税务与财务咨询总监 蔡昭元指出 在目前政局稳定 令级回稳 再加上国家的经济成长超出预期的情况下 正是政府推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因此团结政府将会无后顾之忧的 在财政预算案里头推行一些改革计划 我想这一次的预算案将会是一个改革型的预算案 那么团结政府上台了两年之后 基本上我想它现在是站在一个非常好的处境 可以来推行各项改革 最主要就是目前整个政局都非常稳定 然后团结政府也在过去几次普选 基本上大胜 再加上我们的GDP呢 过去第一季跟第二季都有超越疫情的成长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令级强力的反弹 再加上股市也一片大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 这个团结政府它基本上是没有后顾之忧 来推行或者是加速整个国家的这个改革 亚席理财中心税务与财务资询总监蔡兆元 在接受8点4日报的访问时指出 现在是团结政府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 政府也不会有太多后顾之忧 因为就算改革的过程中会带来阵痛 但是至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落实 反弹就没有那么大 那么当然在这个改革的这个过程中呢 肯定会带来所谓的这个真通 因为基本上我讲很多的改革 包括讲说财务上的改革也包括了 就是所谓的津贴上的合理化 这一些呢 基本上都会为人民带来 或者是商家带来这个真通 那么在同个时候 当你要提高人民的收入短期 你可以做的这些所谓的提高 这个最低薪金税的这些都会为这个商家带来真通 所以我想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将会是一个改革式的预算案 蔡昭元认为 2025年财政预算案是个改革的预算案 而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点认为 这会是一个加速我国转型的预算案 他指出这两年来政府积极招商引资 趁着外资进来马币回稳 那政府就可以真正开始落实我国的转型计划 他的主题是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而且刚好配合到马来西亚这一两年来呢 很多外来直接投资 本地直接投资 所以我觉得一个转型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呢 他应该会关注两个 就说趁着这个要转型 又外资进来 而且在马币稳定了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政策呢 怎么去鼓励比较高正值的行业 怎么去鼓励培养这个人才 因为毕竟人才还是很短缺 尤其是高科技的人才 不管国家经济要转型或改革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当中最迫切的 是已经在实行当中的 津贴合理化制度 那政府会不会在这次的 财政预算案当中 就公布落实RON95汽油的 合理化津贴政策呢 张国林和蔡兆元都认为 减低RON95汽油津贴是势在必行 因为单单这个津贴 就已经耗了245亿令吉 如果能够省下一半或至少100亿 那么自然就能够减低 国家的开销和赤字 汽油补贴 相信会 不然它应该是会逐步 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免掉 可能会逐步 然后也会想办法 怎么去补贴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毕竟的话 我们财政策制还是居高 而且很多不同的营运开销 你看因为你平时要平衡 公务员的工资是太低 所以它这次就调了7%到15% 这个钱从哪里来 第一可能就要从减低这个津贴 所以我们应该是减低 这个柴油的补贴 食物就尤其这个鸡鸭蛋的补贴 我觉得柴油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这样问题是说 怎么足够去减低它 我想他们应该会比较在 财政运送案里面推行 一个所谓的Rawed 95 重组的路线图 让人民跟商家呢 有更好更多的时间 去做更重组的这个准备 那么一般一季真正的回行的日期 应该会是在明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蔡兆元认为所谓开源节流 在想办法增加我国国库收入的同时 减少开销也是重要的一环 因此预料政府除了会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里 公布Rawed 95津贴的重组路线图 同时津贴合体化政策 也应该会扩大到其他的领域 我想整个合理化津贴呢 不只是在于Rawed 95 基本上呢将会是 全部的采米油盐 现在有津贴的呢 政府我想都会一次过 尽量的去调整 那么在之前都提过 就是鸡蛋如果有充足的供应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都能够让它回归市场价 那么从这一点呢 我们从鸡肉回归市场价 政府可以省下12亿的这个费用呢 基本上我想这一些都是可行的 包括其他的柴米油盐啊 白糖啊 白米啊 这一些都是政府在整个合理化 这个路线图呢将会涵盖在内的 蔡兆元指出 那虽然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 都希望可以做到开源节流 不过如果我们要增加100亿的收入 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化津贴的话 要省下100亿 他个人觉得比较容易 然后在同一个时候 怎么样把每一分钱都花得物有所值 不会浪费 没有贪污和被滥用的情况 这也是政府必须关注的事 那在这次的财政预算案里头 还可能会增加哪一些新税收呢 这样就要留守明天的转体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